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瓶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了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戰 Pode 疆 疆 喜歡 情歌還在找 披露 和樂統 仙人術矣 今晚Carmen就要去做事 只剩下我 幸好我有個嘉賓 今晚我的嘉賓就是阿朗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可能在Facebook也看到我搞事 他做哪一行 我也不知道 他今晚說什麼 我也不理 總之是臨場發揮 其實阿朗 你在做什麼 我現在是讀書 讀大專 看我的樣子你會想不到我的真實年齡 其實我十九歲而已 十九歲你今年應該是新舊歷生日同一日 新舊歷生日同一日 19年一次 新舊歷同一日 逢十九一次 有些人可能每天都要用那個數字 不過不要理 今晚我循例要問一問 阿朗你有什麼宗教信仰 這個問題其實我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也不是特別沒有宗教信仰的 也有些信者 去拜文武廟 觀音廟這些都有 就是說民間宗教 但是你說確實一個宗教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以前西哥就有 但是長大了就沒有 即跟媽媽去拜神 跟媽媽去信回教會 基督教的 哦 你的意志都很堅定 日半 都還沒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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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 美國式的直入式 很快就要你 先說一件事來聽聽 你從什麼歲數開始接觸 你想由大個開始說 還是小個開始 小個開始說 小小個 其實我十九歲 大約有意識 有靈異這件事 我想大約都是六七歲 六七歲 其實六七歲有記憶 你的記憶都很深 有有有 其實三四歲開始有 三四歲 各位 大家說得不要千萬不要笑 不是 即是由小小開始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自己 可能年輕人每個都會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麼小小 經常都會 有時候去到婆婆的家 看到那些佛像 跟新年去 跟婆婆拜神 去賣佛子 那些 經常見到那個像 哭得很不得了 很害怕 很害怕 不知為什麼 尤其是看她的眼睛 很害怕 不知為什麼 但是自己 從小小開始 即現在也有時候會有 譬如去到有些屋 去到有些位置 會特別覺得 不是很對勞 好像有人背著你 那些感覺 不知道你們 各位有忙 有時候會有 好記得 小時候有一次 我想大約 那時候是三四年班 七八歲八九歲 那些日子 好記得有一次 因為我去我大舅父的家 我大舅父那裡 住在觀塘 觀塘那裡 有一些居屋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厲害 可以買到兩個單位 打通了 說中間有個廚房 這麼厲害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不知 它舊的房子 還有新的房子 中間是隔壁廚房 新的房子沒事的 我又覺得很舒服的 覺得很舒服的 但是舊的房子 他們就用那些很陶木 陶木 黑色很沉的那些 就像假孫之 對 整間屋都是陰陰沉沉 你不會想在那裡多留一秒 那邊就是我婆婆和公主 新的那邊就是我大舅父 一家六口 我有一晚就在那裡睡 我大舅父是很信者 很信風水的人 在舊的那間屋 其實它有江的風水魚 小時候就多手 不懂 搞魚 但是那個江魚很搞笑 不知為什麼養那麼久 整天都會死魚 即是不好 是的 但是那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都不是很舒服 在那裡 但是那些年輕人 要跟婆婆睡 所以就去搞那些風水魚 親手去搞那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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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完那些魚都沒事 睡覺 婆婆是催我 快去睡覺 那好吧 就去睡覺 那睡著睡著呢 因為我婆婆小時候很疼我 即是現在都疼我 那她就經常煲那些 冬蟲夏早 不知道什麼東西我喝 就是田茶 那是好東西來的 那 睡著睡著三四點鐘 好記得因為 那個頂部我中三四點鐘 突然之間呢 睡到半夢半聲 她拍醒我 她說喂 浪仔 起床喝碗湯先 然後我看一看個鐘 我那時候不懂得說 三四點怎麼喝什麼湯 但是呢 因為我很記得畫面 那個應該不是我婆婆 是個女人來的 但是很朦朧的畫面 隨便吧 因為我婆婆很煩 我以為是我婆婆 我婆婆的樣子很遲 那就喝吧 喝喝喝喝 那喝完我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喝下去已經很不舒服了 我說不喝了不喝了 然後繼續睡 然後呢 那第二天睡醒了 睡醒也沒什麼事 即是開始有點不舒服 想作嘔 那我就跟我婆婆說 喂 你昨晚給我什麼喝 你喝到我這樣 她說 我昨晚沒有給你喝過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太會害怕 嗯 接著好了 那時候就是覺得 應該都沒什麼的 那第二天就回到我老爸 回到我家 那我和我老爸吃飯 那其實都吃不口 因為整天都沒吃過東西 那你 就是你知道的 你吃過什麼 那不知為什麼 一吃第一口飯 已經衝出去不斷嘔 不斷嘔 那嘔什麼呢 嘔一些綠色有 紫色有 紅色有 哇 接著之後 那我不知為什麼下意識 就打給我老婆 說 喂 搞了什麼 嘔兩三天 然後她 即是我老婆很迷信 馬上走去 又不知擦一腳 又不知怎樣 她說 你糟糕了 你 昨天搞人家的風水魚 別人不like 給東西搞 應該是 嘔 從此以後 我就沒有上去 不敢再上去 不敢再上你老婆 不是不敢上去 就是後來搬了 就沒事了 但是後來 原來搞這些事情 但以後不敢多手 她簡直是 拍醒你 叫你喝東西 對呀 拍醒我 起床 用我一把很熟悉的聲音 但我看到 就不理 即是第一次你不認識 又以為是阿婆 因為是阿婆 才會這樣叫我 但原來那個 不是我阿婆 應該是 那間屋 有些不乾淨的東西 但如果不是那個位 都不會這樣 但我又不知有什麼關係 但總之我弄完她 打好魚之後 就出事了 嘩 真是 那些小孩子 你也不要這樣弄她 大佬她不疼的 不是的 你自己多手是這樣 衰多手 那就是 但是那個 他們的風水學都很差 擺對位 沒理由 那些魚經常死 要不你那個位 是擋殺 我不知道 總之我阿婆 從小到大 就是 就是我整家 我外家 我阿婆那邊的家人 就很偉順 但是我經常覺得 那風水是老點 你都擺什麼 不看什麼 真的有時候 即是我又不是 不是 阻礙人家賺食 不是 即是 也要怎樣 即是要講醒一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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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你沒有生意 才看風水 我不知道 一年做幾十次六合彩 你都沒有看風水 不是 我曾經見過那個風水老 老點到怎樣 他又不知道是那邊門 整支這樣的東西 就會動來動去 在你的門口 擺一條鐵尺 是啊 我已經問那個風水師傅 喂 你在門口 一進門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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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有一個吸嘴的 要整高一點 防水進來的 是啊 你是一進來前面 擺一條鐵片 什麼人家踢到就糟糕了 不是啊 腳都腫了 我說為什麼要擺在那裡 他說不了什麼 接著 那個 那個 即是那時候我和我朋友 和我人夾粉 做一間店 的 那關二哥 明明就是這樣 向著門口 嗯 他就把他轉向面 看出去 哇 那真是照不到 就是進來進來的東西看不到 接著又收了錢 接著我問我 那個拍檔 我問那個人 那個人是不是真的會看風水 你不是很退路 你說叫我搬個洗東西 都沒有問題的 嗯 但是沒有理由叫我 關二哥 向門 本來看著門口 就看了去 直接幾乎 看了去裡面 看了去 這樣有個神流 看了去其他地方 不就是我覺得 你擺不是問題 你要解釋到 你有根有據 才行的 人家叫你擺個五帝前 都找個地毯遮住 嗯 你擺一條鐵 踢到的 大哥 會摸死人的 就是 有時候我真的有時候不明白那些 就是你信風水是沒有問題的 是 就是有時候覺得 就是有些阻滯 就是投助一下那些力量 但是就要 就要真的為你 你覺得 你試過了 我又努力過 又出去派街招 賣廣告 什麼都試齊 生意都是不好 你都不妨去 找到方法 你先檢討一下 所有的 你可用的資源方法 你都用完了 從科學的角度 解釋了所有東西 你都是不行的 那你先去 求問風水 是 就是不問蒼天 問鬼神 不行啊 搖一下簽就行 不用要國會 是吧 是不是 那 這一宗就是你小時候 小時候是六七歲 但是那一期 都有發生過一段事情 是 以前小學很流行 跟同學周圍通山 因為我小學後面有個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但是那個年輕人 就是魔鬼山 那裡有時候 那些家長 經常見我們 都叫我們 不要上那麼久 小時候當然不會聽 就是不會聽 沒有那麼激動 就是不聽的 小時候不聽 那次跟同學上去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住在將軍澳 住在將軍澳 至於三四月 回南天濕到 是 就是大霧到飛起 你下午 如果你是陰陰的 凍微真的去到回南天的時候 都很大霧 那那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那深血來潮 不如上去玩一下 上去跑一下山也好 那走上去 那一條分岔路 那一條分岔路 上一邊是下的 那當然是上的 那上去 那其實 感覺到不是很 好像有東西看著我 即是不舒服 不舒服 但是那個朋友就說 死也要過去 死也要過去 看看吧 沒事的 來吧走 那好吧 走走走走 那突然之間呢 我很肯定 因為太近了 太近了 那個位置 你一定是見到的 還有那件事 你是不會無理那間 擺在那裡 走到過去的時候 突然間見到 那棵很大的樹 突然之間 我看真的 我說 喂 不是很對勞 你看看那裡 那條吊頸繩在那裡 真的人家好像用來 即行形那些 是的 有一條繩 很粗的 有一個圈在那裡 之後呢 那個墓裡面 好像有一個 又不是很真實的人像 那樣的物體在那裡 那我就說 哇 糟糕 那就害怕 害怕呢 我同學 我不知道他見不見到 但是我不知道 他的臉都青了 應該也見到的 但是他又不是衝過來搞我 又不是很現實實體 有個人樣那些在那裡 那有一條吊頸繩 那大哥 即你見到那棵很大的樹 是的 然後那個樹枝那裡 那樹那裡 樹蝦就是有一條吊頸繩 有一條吊頸繩 很真實的那條吊頸繩 反而那個人沒有那麼真實 但是那條吊頸繩是真到不得了 嗯 那當然轉過來跑 對不對 那他就跌了在那裡 嗯 才轉過來叫跑 跑 然後他看回頭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總之沒有出聲 那他跑一跑 那他就跌倒了腳 不跑得遠 慢慢滾到山 然後呢 然後呢 遇到那個 有行山人 不知道什麼 有個伯 那伯 他說 哇 弟弟你跌倒了腳很金 你要不要打醫生 幫你過白傘 然後我說不用 他說你兩個臉都親起來了 你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說 我們跟他說 沒有啊 剛才上面見到一條吊頸繩 哦 你不要打了 你 是啊 你不要打了 這些事份 最好不要上去這些地方 那些座山一向都奇怪 那些小路 陰叉路那些 你不要走上去 從此以後呢 我們都不敢去那麼高環 都是回到低層 因為那個山很奇怪 嗯 你看這座山那裡 山腳呢 很多那些很像的路 嗯 然後又不是政府 真的鋪石屎給你那些路 就是被人踩到那些草 是啊 但是你走進去 就很奇怪 到現在都有的 就整個山頭呢 就是那些 剷平了那些山坡 擺了那些神像 關帝有 觀音有 那些福祿壽有 擺到整個山 他不是擺在那裡 是那些人 是不要 不要 是啦 又不是請回廟 又不成了 就是拿去那裡 丟掉它就算了 是啊 但是那時候呢 這壇事我有跟我家人說的 我家人就說 你千萬千萬不要亂拜這些 就是不要跟它說 有交感 是啦 不要跟它 總之不要跟它有任何接觸 當看不到 你也不要碰 因為那些可能 他們就覺得 可能會那些 不知道什麼 可能進去 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那座山呢 一向都 偶爾都 有些古靈精怪的 那座山 都出名是 多這些古靈精怪的 嗯 可能 那裡真的有人 吊過頸也不一定 那座山 那座山 在條頸那邊呢 就有個雕堡 有舊警署 那裡呢 那裡呢 我還沒上過去雕堡 玩過舊警署 那裡也沒有事 但是那裡其實都是 如果大家有人在住那邊 你也知道 那邊是很多古靈精怪的 但是魔鬼山那邊呢 偶爾都說 有些古靈精怪的 之前早一年 都不知道有沒有 才死了 是 你和我調轉 你給我 你給我 你給我見到那裡 吊醒我一定 用電話去拍 趕時哪有這個什麼 有我都拍 你說如果給我 現在看到我 我當然拍 當然拍 我們這些節目 是要拍這些 那當然要拍 都不是很減上去 不是很減上那麼高的 因為那座山很奇怪 你低層那些 你都還能走到 都認得路 但是呢 你一走高一點 就很容易躺失路 那你其實是第一次 你實際接觸到那個靈體 嗯 然後那個整鼓你 整鼓我 那個肯定整鼓我 半夜喝湯 吐到飛起 吐了那些五眼綠色的東西 都不知道是不是喝過那些 魚乾水 很難說 第二次見到那裡 吊頸繩 應該是吊頸繩先的 吊頸繩先的 我記得 後來才有談那些 是 你是見到吊頸繩先喝湯的 是吊頸繩先的 其實沒有連貫性的 但是應該那個時序 是吊頸繩先的 第一次很記得 因為真的很記得 那條吊頸繩太真實了 但是那個人很朦朦 那個人很朦朦 因為你整堆霧 你無緣無故見到那個白色的人影 你很覺眼的 是 因為你整堆是霧 你的人影很覺眼的 有些人是 有些人未撞過大霧 他不知道是什麼 有空可以試一下 不是你不信 你就試一下大霧的時候 上山頂 不用的 你一到將軍澳 三四五月這三個月 他有一個海旁的 你十米 不知道有沒有五米 你都見不到那個海的 那個海在旁邊很大霧的 真的大霧得很厲害 其實有一個仙境 是的 將軍澳是很特別的 這個地方 那這次是第二次 那你再大一點點了 再大一點點 再大一點點 還是還是小時候見到 小學就沒有了 這兩宗 但是中學呢 中學就不是我撞的 但是我們中學呢 哪一家人不說 但是一向都是出名 有鬼故事在裡面 但是這個人是一個 師匠回來的 但是他就告訴我們 那時候我們中學 不知道為什麼 五樓是電腦室來的 整間都是電腦室 那你電腦室都有人用的 那你的男廁和女廁都要開的 那你正常都會 這間學校怎麼會 無緣無故有一層是沒有廁所的 你沒理由走上走下去廁所 小學都不會啦 那但是相傳呢 那廁所裡面呢 那個女廁是有髒東西的 是 校方呢 就是你問他 他都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後來有些 就是長期都維修不給他 是啦 長期封了的 但是那些老師就當然啦 跟那些熟的那些 當然會告訴你 是有些東西的 不過遲些就告訴你 那些壞東西 那有一次呢 那老師呢 就 翌日上課呢 就跟我們說 嘩就不要撞東西 然後學堅定樓 就是中學開始不是 就是太久沒有接觸這些東西 都無緣無故有一堂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以前 就是晚上溫書溫得夜呢 有時候上去敲門的嘛 夠膽死 敲你老師門 不是啊 敲那個女廁門 哦 就是你們留在那裡 夜點走 是啦 夜點走溫書那時候 就走上去敲門的嘛 很流行的嘛 不怕的嘛 那麼多人怕什麼 十幾人啊 那時候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呢 老師就說 昨晚在七樓那裡撞到東西 那七樓有什麼撞呢 那他就說 在那個女廁那裡 去廁所 去完 那你按廁所 衝刺衝一夜一夜完了 那有回水又沒有東西了 那突然之間呢 整堆頭髮呢 就湧上來 在那個廁所下面 是啊 真的那些 不是幾條 是整堆水那樣湧上來 嗯 那麼嚇到出去了 嗯 但是一回頭看呢 沒有啊 嗯 然後呢 那這個老師病了不知道 都三四天 然後之後 才回來 告訴我們 我早幾天撞東西 不是 早幾天撞東西 你那個老師也不錯 我不會跟你們說這些 不是那個老師一向 因為他教宗教 是 他是 他有時候都說這些東西給我們聽 嗯 那時候我們不是很信 因為我們 學校的宗教背景 整個磚佛像動了在這裡 就是很 最初不信 這麼大磚佛像在這裡 哇 怎麼會有這麼多這些東西呢 嗯 嗯 但是結果原來是有 但是其實學校呢 晚上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學校 其他學校 不知道是不是啊 就是我們學校呢 晚上呢 一向呢 就是黑了都幾恐怖的 就是看著他 很陰森的嘛 是啊很陰森的 你整天都總是 盯著盯著盯著有東西 就吃 一不是我一個這樣覺得 個個都這樣覺得 嗯 就是你那個老師 只是見到整堆頭髮 是啊 湧上來 湧上來 是沒有解釋的 就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整堆頭髮湧上來 但是不知道 是女仔頭髮來的 長頭髮來的 湧上來 但是這些解釋不到 但是他回頭看就沒有 那當然你可以說他 他也很厲害 沒有大叫 沒有叫什麼 那時候他十點多叫什麼 整個學校沒有殺人 是 就是OT 愛好OT 那馬上拿袋子走 嘩 最壞是不說哪個學校 就是 有的 那我就不理 照說 哈哈 又差不多時間夠了 我們去完講 我回來再說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白白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很多 你本身 翻臉就差很遠了 翻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都是 都有些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幾大呢 通常都是 我不是吃四顆的 那你都不是十分嚴重 基本上 是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 要吃八顆 因為他要爆頭那隻 應該是很嚴重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那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了 對呀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 立刻肚痛 立刻來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現在都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否混了 是否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就見到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